我又想問馬俊米作為投資者兼監製之一 會不會有個想法 為何去到這個階段 我竟然和我另一個朋友陳志雲打對台 他又是做一個大文號 他又做一個大文號 我又做一個算是大文號 你有沒有想過大家和陳志雲一起去做三士比亞 我首先要講兩件事 我要澄清兩件事 第一我為何這麼緊張 正正因為這個戲其實我沒有份投資 反而我要對其餘 這次我總共有九個投資人 其實全部都很疼我 他們很信任我很支持我 所以我更加要對他們有交代 你知道舞台劇賺錢是很困難的事 你Break Even已經很好 我經常都說如果我對著他們這九個很疼我的投資人 我能夠Break Even之餘 每人幫他們賺到一千元已經很開心 這個是我的方向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有時候看到我 真的什麼都落手的壓力 其實是因為一個責任的問題 我知道他們不會跟我計較 但我都希望朝這個方向 第二Steven做三士比亞 是我先的 所以是他跟我打對台 不是我跟他打對台 我們先出來 我們都決定做 接著他才告訴我他做 你沒有想過 我不知道他還沒有想過 還要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他比我早 早你幾天 他10月尾早 我11月 剛剛我生日第二天他做 我們三日第二天他做 說真的 我買了票 我支持他的 不過我去不到看 因為我入台 我請我家人看 因為Steven 你知道他很英國 其實我覺得他這次演繹 我也有期待 但實在我們要入台 我去不到看 跟打對台是沒有關係的 但其實裡面很多淵源 我告訴你 那天Steven告訴我 其實徐志摩 梁啟超 沙士比亞 他們之間是一個 建立了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是嗎 沙士比亞 有一篇的文章 有一個劇本 也是徐志摩幫他做過翻譯 那梁啟超 也是幫他 幫他 幫沙士比亞 改名 明明 就明明沙士比亞這個名字 是啊 那天我們和Steven 聊的時候 原來兩個戲 都有時空上的交流 一圈圈聲光背後有我馬俊偉 想聽足本訪問 即上881 903 節目重溫